看了才知道 常常叹一口气 爱将市政顾问洪志坤 泄露公文给特定媒体名嘴 到底要不要开测 柯文哲好犹豫 那个听说已经送到秘书长 那也不过还没交到我这里 因为一早从 一早七点半到现在都还在开会 所以说你把它盯起来 这到底是福利还是处 我都不晓得 25号傍晚6点 人事处开完城出审议会 前程得经过副秘书长 秘书长副市长邓家基 再到柯文哲面前 但一向讲究公文效率的柯市长 还是没看到陈楚结果签诚 一直到26号傍晚 市府才公布洪志坤记过两次 并且暂停参加例行的市长室会议 对比过去信义分局长 内湖分局长事件 立刻动怒实在差很大 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 如果在法轮功的人被打上网 我就把你换掉 跟那个有关的一条边 全部巴除主管职务 但是要记大扣什么 他写个申件上 我说不满意退回去再写 因为是火速处理 你到现在还有结果 才几个钟头而已 出来之前人事事还特别交代 说按依法行事 长官不可以违法 今天会处理吗 会啦会啦会啦 柯市府泄密案 再扯出跟远雄交涉议员之一的 法务局长杨芳玲 可能也把机密说给整编人 也就是柯P选战军师姚立明 让他在节目上爆料 自己人犯错 柯文哲一向自豪的魄力和速度 似乎就转弯不见了 不免让人质疑 军机处核心幕僚 是不是有较大的犯错豁免权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